试心集团 承诺送文件去别的部门时 和欧阳瑞泽在走廊里偶遇 在欧阳瑞泽的邀请下 两人去顶楼天台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天 站在天台上 承诺向欧阳瑞泽坦承了所有的事情 只是保留了女儿的事情 欧阳瑞泽听到承诺的话 起初有些震惊 自己心里昨晚接受了 她是公益老婆的事实 今天却还要接受 她曾经是贺子凯隐婚的老婆 不过想想 昨晚贺子凯的举动 自己心里这会儿也没什么疑惑了 承诺 我们以后还可以做朋友吗 嗯 可以的 一个小时后 承诺下班 来到地下停车场 一边往自己车前走 一边给公益打电话 你记得去超市买点菜 我现在去接小美 我们家里见 承诺对着电话 高兴的说道 只是当目光 注意到自己车旁站着的人时 承诺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住 脚步也停了下来 嗯 你路上开车注意点 嗯 我先挂了 台步 贺子凯向承诺面前走去 在她面前站定 下一秒 不等她说话 就霸道的 闻住了她的唇 放开我 我要走了 尽快 和她离婚 回到我身边 不可能 我是不会回到你身边的 你是希望我 针对公益 贺子凯 你不能那样做 怎么 心疼了 是 我心疼了 我希望公益好好的 希望她的事业有成 可以养活得起我和女儿 带着你的女儿回来 我养活 承诺不敢相信贺子凯的话 她一直认为 小美是自己和公益的孩子 即使这样 她还说 带小美回去 她不在意小美吗 你 不在意吗 我要的只是你 那个野种 既然是你的 养它 我不在乎 突然 啪的一声 就连贺子凯都没有反应过来 承诺狠狠一巴掌甩了过去 贺子凯 你混蛋 上次 她说小美是野种 自己伤心了很久 这次 她居然还这样说 自己还抱着一丝希望 以为 她不会在意小美 可是 贺子凯 我不想再见到你 承诺大吼着说完 转身 向自己车旁走去 贺子凯站在原地 就这样看着承诺上车 发动车子离开 脚步都未曾移开过一步 两天后 承诺去公司上班 刚去部门 就接到总监的任务安排 让自己去一家 新开的高档咖啡厅 体验风格 然后回到公司 总结一下 准备写下一份 有关咖啡厅主题的策划 承诺开着车 来到了总监所说的 新开的高档咖啡厅 刚走进去 承诺打算 找个位置坐下来时 看见了 迎面走进来的 李方琼 今天可真是撞到鬼了 我也觉得 今天运气不佳 看来离开贺子凯 生活挺滋润的嘛 当然 生活 不就涂个滋润吗 你 承诺看到李方琼 哑口无言的样子 心里多少是舒坦的 从他身边走过 服务生带承诺 来到了一个 比较角落的位置 徐太太 你不知道 我刚才还碰见 贺子凯的前妻了 那贱人刚刚走 白太太 说起那个贱人离开 这还都是我的功劳呢 你不知道 当初我和柳自颖那个傻子 一起演了一出戏 让那个贱人 误认为他老公和柳自颖发生关系了 其实 他们就没有发生关系 贺子凯喝了我下药的水 然后柳自颖坐在他身上 演了一出戏 那个贱人 正好就看见了 哼 你说好不好笑 那个贱人也真够笨的 二话不说 就离开了戏港市 承诺整个人都懵了 他说的是真的吗 子凯和柳自颖 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年来 自己一直都 误会贺子凯了 当脑子里终于有了反应 承诺突然立马站起来 快速几步 站在李方雄面前 哎呀妈呀 吓死我了 你刚才说的话 全是真的 子凯和柳自颖 没有发生关系 李方雄看到承诺的表情 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担心 真是见鬼了 居然被他听到了 不过 就算他知道了 又能怎样 现在贺子凯身边 可是陪着欧家那个女孩呢 他承诺 照样没戏 是 是真的 不过那又如何 贺子凯现在身边 可是欧许涵陪着呢 李方雄 你会遭报应的 随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拿起自己的包包和文件 转身急忙跑出了咖啡厅 车子驶向贺一大厦的方向 承诺情绪激动 一手握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 从包包里拿出手机 给贺子凯打电话 可是好几个电话打出去 都没有人接 阿凯 接电话 而此时 贺一大厦总裁办公室里 贺子凯和欧许涵 还有贺嘉怡 三人坐在会客沙发上聊天 贺子凯的西装外套 在衣架上挂着 口袋里的手机 一直在震动 叔叔 我的工作室已经正式开业了 你有时间 一定要和喜孩来捧场哦 嗯 嘉怡 过两天 我让子凯 陪着我去你那边 你可以帮我设计一套礼服吗 肯定可以的 来时提前给我打电话 我安排好其他事情 专门接待你们 嗯 三个人聊了一会儿 贺嘉怡接到好朋友的电话 有事先走了 办公室里 只剩下贺子凯和欧许涵两个人 欧许涵很珍惜 自己和贺子凯的独处机会 坐在贺子凯身边 和他轻松地聊着心里话 阿凯 当承诺再次激动地 想要说什么时 目光看清了眼前的一幕 瞬间要说出来的话 卡在喉咙里 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贺子凯和欧许涵 还亲密地坐在一起 诺儿 他怎么会 三人就这样对视着 承诺看着贺子凯 和欧许涵亲密的样子 等拉回自己思绪时 心里突然觉得 无比的可笑 呵呵 自己这么慌张地跑来 想要向他认错 然而 却打扰他的幸福 他和欧许涵的幸福 不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我 我走了 说完 承诺转身 急忙向外面走去 贺子凯看见承诺走了 瞬间立马起身 追了出去 贺子凯修长的腿 迈出一步 顶承诺的两步 在承诺还没有走到垫底口时 就一把拽住了承诺 直接将承诺拽进了自己的怀里 承诺这一下 待在贺子凯怀里没有动 自己虽然在意 他和欧许涵在一起 但是自己想要说的话 还没有说 欧许涵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看到这样的一幕 心里有生气 表情却一直强忍着 许涵 我有点事 你先走吧 欧许涵看着他们 不说话 等待了一会儿 贺子凯看到 欧许涵没有离开的动作 目光看向安林 安林立马会议过来 走到欧许涵身边 欧小姐 我送您下楼吧 欧许涵心里再不爽 但也没有打闹的想法 而且慈凯的脾气 自己很清楚 自己要是不听她的话 她一定会生气的 自己 可不想惹她生气